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yna 今天的話呢 我就要來講的一個主題是 有關於就是三天兩夜的小旅行時候 到底帶了一些什麼有關的東西呢 首先呢 我今天在的地方是 呃 杭州的新雨酒店 因為呢 就是跨年的部分呢 今天是2018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 我就來到就是杭州要準備跨年 昨天呢 是去西湖看斷橋殘雪的部分 然後呢 今天的話是準備跟朋友一起在杭州跨年 那就來介紹一下今天 呃 我到底在關於就是小旅行的時候 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這樣看下去吧 好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今天我會戴帽子 戴就是毛帽來拍影片 因為我昨天天真的超冷的 我真的受不了 呃 杭州的天氣的話現在好像大概我看一下 好像是一度到三度左右 昨天的話呢 是有到 呃 快到零下的部分 因為人太冷了 所以呢 我覺得就帶點毛帽 因為新買的毛帽很可愛是粉紅色 好 今天的話呢 沒化什麼妝就 因為昨天沒睡好 昨天睡A&B&B沒睡好 所以呢 就隨便畫一個眉毛 大個底 嘴巴弄一下就這樣子 戴 戴 戴上來看一下 基本上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囉嗦的人呢 所以我的東西呢 是 全部都會戴席的那一種 我不太用就是鋁罐服的東西 包括毛巾類 我只會拿來擦頭 跟擦腳而已 如果鋁罐的毛巾 那大概用品就是這些 所以其他東西其實我都是自己戴的 所以我就是行李都會很多的一個小孩 剛剛大致看了一下就是我們做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先從就是 臉部的部分開始做介紹 因為其實關於就是出去外面的 他大家都是那樣帶一些就是比較輕便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也是推薦大家就是 現在方便輕巧可以攜帶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介紹 喔 手邊呢 有一大疊的一些 全部都是Sachet包 都是99% 全部都是Kiehl's 就是在你可能 呃 當下這個地方你沒有來過 可能膚質不知道該怎麼去準備的時候呢 呃 我就是準備了很多Sachet包 來應急所使用 就是各種系列的通通都有 這我是覺得是挺方便 或是你的同伴呢沒有帶一些保養品護品 因為不想把你自己很好的東西借給他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Sachet包就給他一個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挺方便的 對 所以呢 以後去 呃 外面拿的這種Sachet包 因為通常為什麼我會 都是他們家 第一個是我是他們家的會員 再來就是我很愛他們家的產品 而且他們家的產品我其實都是用過的 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對我來說 膚質上都是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帶了Sachet包 就是看就是當地的洗 氣候環境來搭配的使用 因為我可能真的很擔心有時候 我原本帶的保養品護膚品是不夠 不堪使用的時候呢 只有他來做一個努力加強的話 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我可以推薦大家一個小tips 你可以去你的愛牌成為會員 然後跟他拿就是他們家的Sachet包來用 好了 就是有關於就是 一個很特別我會帶的一個部分 就是帶Sachet包 就是這樣子一疊 嘿嘿 其實真的蠻多的 就是即使不被 以不被印萬變不被之需的時候 做使用 再來呢就是從最基礎的就是卸妝 卸妝的話呢一定呢 不用講大家都知道 我是直春袖腦粉 所以呢 直春袖的那個結印我就是一定帶 因為一罐就可以方便 卸全臉 就是比如說你的底妝啊 唇膏 唇彩 呃 甚至防水睫毛膏 都可以輕鬆試試的去除 所以就小小一罐50ml 而且不佔你的什麼空間 就算你去就是 上飛機的話 也是也可以方便攜帶使用的 對 就是直春袖的 結印油的部分 那我這罐是 潛能奇蹟黃金精脆卸妝油 大概是我的最愛 然後他在洗臉的部分的話呢 那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CPB的就是洗面乳 這也是我之前 呃 跟一個代購買的一個 就是 呃 CPB的那個 旅行豬 有一條 而且CPB的東西其實真的 質量有到一定的境界 所以呢 呃 我覺得可以其實 如果你今天預算真的有限的話呢 但又想要用好一點的保養品的話 你可以先帶的就是 你去購入這種小小的那種 小樣組呢 或中樣組 然後可以先做一個使用 反正 幾少層多嘛 對不對 呃 就是慢慢去體驗到 就是一些比較高檔高端的 就是護膚品 如果你覺得那些東西是合適的話 我就會從這裡做一個入門 然後 然後這兩個是 藍色的話呢 這個是那個 晚霜 然後白色的話呢 是 日霜 這部分的話 也是CPB的 剛才有說過 日霜的部分的話 我比較喜歡 我就把它 因為它有SPF25 跟PA++++ 我都把它當隔離霜使用 所以在冬天的話 我覺得冬天的話其實是夠用 所以我冬天的話就會 直接隨身攜帶著 就是出國玩旅喔 我都會帶這一支 如果是在夏天的話 我一定還額外在帶 就是防灰吸塑非常高的 呃 護膚 那個防曬品 因為我這邊大家說過 我基本上一年四季 我都是有SPF50的 就是一般 出門可以用的話 可以大家看一下 這兩支 然後那再來就是 有關於化妝水的話 我基本上是帶 iopay的就是 神仙精露 所以這一支 就夠了 我就回去吃 所以它就是 基本的保水保濕 然後我平常也有在用它 然後就是有小罐的 那時候之前做 呃 上次一座活動的時候 它有送很多主小罐的 所以呢我就是 也是有帶這個 好 講完這個的話 就是精華液的部分 精華液的部分的話 就是 一個是 COSE的 我在日本買的一個 One by COSE的 要用美容液 要用保濕美容液 要用保濕美容液 小小一支 我覺得也是 流動性還蠻十足 然後呢有一點 所謂稍微的 酒精的一瓶 那個 Hydration Boosting Hydration Boosting 就是美容 保濕 超保濕的 就是精華 因為 畢竟如果說你 不知道要用什麼樣類型的 就是 護膚品保養品 在你出國的 當下的話 我覺得最最最最保險 最最合適使用的話 還是多帶一些 保濕類的產品 就是沒有錯 其實 呃 你今天要護膚保養的話 最基礎的東西 還是以保濕為主 對 除非你真的是屬於 非常非常有 但是非常有的人呢 你還是要補水保濕啊 所以我不論如何 我還是都很推薦大家帶 就是保濕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呢 那個 COSE的 就是 談論青春水精華 這支水精華呢 這支水精華呢 我也是有常備在購入 就是正貨做使用的 還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支 嘚嘚嘚嘚嘚 這支的話呢 我就忍著也是很像 嘗嘗有點帶油性的精華 然後補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都是一加一這樣子補水 補水Double 來就是維持我的就是肌膚的 保水度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到的是 非常非常乾燥的地方 像說 之前去東京的話呢 我呢 還會在通常再會帶就是美容油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這個人是滿喜歡用美容油的 因為呢 就是我的皮膚有點就是 除了缺水之外呢 有時候還是會有 就是缺油的狀況 這個牌子 就是叫做 FFLOW FFLOW 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基本上其實應該是不太好買 是中國最近的 我是認識他們家的代理商 他們就送我的一個就是 體驗組的 也不是體驗組 是正貨 送我一整組正貨做一個體驗 我基本上他們那樣精油的味道是非常好 這支是做玫瑰精油 然後呢 它保油度呢 它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的快速容易吸收 不會讓你的肌膚當成的負擔 而且真的是 我覺得身體可以用 然後呢 也可以用在臉上 但是我會覺得 它比較適合在冬天使用 夏天的話 可能就會太rich了一點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 不是像水一樣那種感覺的那個 嗯 精油 它是比較 再稠一點點精油 但是它是好吸收的 那所以我比較推薦呢 在很乾燥的地方呢 或是 冬天的話做使用 像我之前就是去日本的話 帶它的話 就真的很棒的 好 所以這是基礎的 然後再來就是眼霜 眼霜的話呢 物定就是一樓中快用完的是 Kios的 也是午夜精化的 就是晚上用的 就是 一支那個 眼霜 我之前用的是那個 FOLAK 這是一個 FILOKA FILOKA FILOKA的 亮眼眼霜 我覺得這支的話 吸收度很好 然後呢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妝前 化妝前做使用 所以呢 我覺得 這一支 這個精華的話 我還蠻 眼部 就是眼部眼霜的話 我還蠻喜歡的 對 這也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在那個FILOKA上 然後他 送給我的 好 這是比較基礎 就是有關於 保養 臉部的部分 再來的話 身體的話呢 我從就是 洗頭 洗頭的話呢 我就會帶卡斯的 護色洗髮 因為 其實這一支的話 他非常非常滋潤 滋潤到 其實你不需要再帶護髮產品 就可以做使用了 有水如果到你比較乾燥的地方的話 就帶他就好 而且 嗯 我覺得這個250small其實是 OK 如果 你覺得你是一個常常洗頭的人的話 每天都要洗頭的人的話 所以我覺得很建議這一支 就是帶卡斯的 喔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個人就比較 疑惑一點 所以 我就買了卡斯 我本身就是很喜歡用卡斯的東西 我還有到他的髮油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身邊的朋友應該其實都知道 嗯 那就全不要說我 很over 就是用卡斯的東西 對 然後呢 我也會 有時候呢 我也會帶就是那個 樂曲的那個 洗頭罩 洗髮罩 洗髮餅 那種圓圓的 那個話也還不錯 但是他就會比較需要 做一個潤絲 因為讓你的頭髮 因為它很乾淨 非常乾淨 所以 那就需要做到潤絲 對 然後呢 再來呢 嗯 洗澡的部分的話 是最近 這次是帶這個 Origin的 品牧宣言的 就是 薑身體 洗身體的 薑木浴乳 薑木浴乳的話 其實他味道就是 就是很舒服 讓人家 身性舒暢的一個薑味 而且洗起來的話 其實會有很溫暖的感覺 而且 他的造肌 也是不會非常的重 讓我的皮膚的水分 流失了非常的嚴重 可是他們家的東西 其實都蠻 植物性萃取 也很天然的 所以我也還蠻推薦大家做使用 然後呢 聽說他還有一個薑的 就是身體霜 但是薑的身體霜的味道 我就比較沒辦法接受 所以呢 我還是就是 帶他們的 就是 洗澡的 就是這一支 薑身體 沐浴乳 然後呢 再來還有就是 衣法的就是 那個女性專用清潔液 拜託女孩子 一定要對自己 保護好自己 好嗎 因為其實到有時候出門的話 可能在外面走一整天的話 其實都會很 你就很會很悶 怎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 女性專用清潔液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 我平常也會這個使用 那我所以呢 我也習慣的話 隨時會 出門 就是去旅遊的話 也是一定會帶上他的 好 再來就是牙膏的部分 牙膏是我這次去東京買的 就是 LION的牙膏 我還蠻喜歡LION 跟ORA2的 我就覺得很方便 因為我去東京的時候 我知道 他要帶牙膏很麻煩 我就是直接在那個藥妝店買一個 這個是美白成分的 哎呦 藥油效果 那重點其實 我只是看包裝很可愛 粉紅色的 我才做購買 也沒有什麼特別想 用茶就是 一般般來 也不是有說太多功能 其實我平常在用的話 是 就是 用素酸錠 或是用牙周絲 那種功能性強大 所以 偶爾用一個別的話 其實也是不錯 就是 換一個心情這樣子 做體驗 身體露 身體霜的部分 去就是做使用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一樣 哈哈哈哈 我的iPad JOMALON的身體乳霜 然後也是會隨身性的 50M的大小 然後就是覺得剛剛好 然後 呃 戴在身邊的話 也不會增加太大的重量 對 就是它 比如說之前的話 我有就是 準備EVSO的 就是一包一包的 對 那時候那個一包一包 都被我用完了 然後現在就帶一整罐的 就是 身體乳霜 那再來的話呢 香水的話呢 因為我今天是三天兩夜 就是到杭州比較短 所以呢 我就只有帶這個 小小的兩瓶 就是9M的 我就覺得好方便 一個是苦橙 一個是 那個 英國橡木魚 就是紅醋粒 然後呢 我其實就 之後的話 我會陸續再購買一些小瓶的 而且小瓶的也很方便使用 呃 因為我平常的話 我就比較疑惠 有時候味道我喜歡的話 我會帶100M 或是帶30M的 當然就是想說算了 反正在短短的 三天兩夜我就帶一下小瓶的這樣 或是帶針管香也可以 針管香的話 也是很方便的 那以上呢 就是有關於今天 我有介紹我就是 呃 旅行所帶的一些小物 那希望就是可以 就是給大家有個 範本會建議說 如果說你今天也是要三天兩夜 或是兩天夜的小瓶行的話 可以帶一些輕便 然後方便使用的一些 保養品 護膚品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有疑問 或是想要留言給我的話 請在下面的 就是資訊 下面留言給我 那也讓我知道 我希望你也給我多一點鼓勵 或是 告訴我拍片的方向呢 我就可以努力往這個方向 其實就做得越來越好 然後我也不急 急急於我只拍一些美妝品 護膚品 之類的 然後我也有拍了 有關於我去杭州玩的 就是斷橋殘血的一些影片 那之後也是會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是2018年的最後一天 那我影片 已經是2019年才會上的 因為我沒有拍電腦來這間影片 那我希望說 如果在新的一年呢 我能夠讓自己越來越好 不管在任何的一個方面 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呢 也祝福大家 在2019年新的一年呢 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 順順順順順 身體健康 那就先見到這樣囉 掰掰